你们好呀小朋友 你们好呀小朋友 我是恶仪先生 我是张老师 恶仪先生我们今天要做什么 是不是还要练故事书 没有 今天张老师要带你们做一个科学小实验 你们准备好了吗 我们一起来做一做这个科学小实验吧 我们要准备的材料呢 花有蜡笔、铅笔、剪刀 还有白色的纸或者是彩色的纸 以及一个装了水的盒子 我们要在白色的纸或者是彩色的纸上 画上自己喜欢的花果 张老师先画一个花心 然后再画花瓣 我们也可以画不同形状的花朵 比如张老师最喜欢猩猩了 所以我来画一个猩猩的花朵 小朋友们也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想一想 你们有看到什么样的花朵 你们也可以自己画自己想要的花朵 如果这样就觉得 嗯 三角形的花朵也非常的美丽 所以我再画一个三角形的花朵 然后我还可以画什么样的花朵呢 我可以画一个圆圆的花瓣的花朵 接下来呢 我要用我的蜡皮 给他们涂上漂亮的颜色 你们看老师已经涂好了颜色 现在呢 老师要用剪刀把这里的花都剪下来 你们看张老师已经把我的花全部都剪下来了 现在我们要做什么呢 现在张老师需要你把花瓣折起来 然后把我的花关起来 第一朵折好了 我来折下一朵 用力哦小朋友 用力 第二朵小花也折好了 现在我来折第三朵 第三朵也好了 最后一朵三角形的小花 我要找到它的三个角 然后把它们折起来 好了 所有的小花都已经折起来了 现在张老师要把它们丢进水里 让它们在水里开花 你们准备好了吗 现在我要把我的三角形的小花放进去 这一个小花 OK 我们看 它们已经开始开花了 哇 张老师所有的小花都已经开花了 小朋友们现在到你们了 赶紧和爸爸妈妈一起试一试吧 然后问一问爸爸妈妈 为什么小花在水里会开花呢 小朋友们再见 我们下次再见 怎么样 咻 国伍 上 楼 国伍 有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